我教各位教你 不管你念哪一尊佛 你不用念太快 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最好把四十八大院念进去 背一下 你念阿弥陀佛这边念 对方听得很高兴 如果对峙你呢 你这个人个性很急 南无阿弥陀佛叫我不要急 南无阿弥陀佛我会微笑 你要一直念习自己 要说我阿弥陀佛念一万遍了 一万遍还那种脸 你好像没喝到水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力量在你心里面 这个比这样是代表心 而转换你整个身体 小业障健康 心在极乐 当下走往生 你现在在极乐世界 你才可以让往生者去极乐世界 因为往生者是透过你 把阿弥陀佛的力量给他 这一点 众生跟佛要合作的 我的心要跟佛合作的 所以我的心也很重要 佛的力量更重要 但是没有我的心 佛的力量展现不出来 而且可以帮助众生 心佛众生 通通通得到快乐 所以各位不要无聊 在任何地方 就开始念佛 开始持咒 走在路上 开车 这样 你成步车 变阿弥陀佛 你走过去 散发出来的空气 都不是阿弥陀佛的空气 因为你心里在那个状态 请问 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很烦恼的事情 你用你的想法去 去骂他 去抵触他 去保护你自己 跟对方对立 那你叫凡夫 伤害对方 为达目的 你不择手段 对方 虽然现在被你压下去了 心里是不满的 但是 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心里在念佛 用佛的心态 佛的语言 这样就好 不是你 最怕就用你的想法 记住啊 最怕 我们学佛 就是要颠覆自己 我们的邪见 我见 我们要全然交给 佛 全然交给如来 他什么想法 他怎么做 这样 所以你必须 等一下 老实念佛 不理念佛 那展现出来是什么 就菩提心 佛的心 就是大杯菩提心 怎么样的去 所以各位不要排斥 对方 如果你对这个 做坏事的人 讨厌的人 故意搞分裂 对立 那你在伤害你的心 就是因为他不严满 我如何保护他 跟他沟通 让他圆满 你就不浪费这个事情 如果你指责他 错错错错错 那你就伤害你自己 对对方也没帮助 所以要有一点耐心 要继续念佛 继续用佛的思维 虽然我现在在讲话 但是我是用佛的思维在讲话 我不敢用我的想法 因为我就是要开发佛性的人 我要保持菩提心的人 所以做什么事情 不要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坚持己见那个习性 压住别人 或是害怕 所以那个都是妄念 对不对 错误的 你要赶快拉回来 无畏 因为你念佛就 佛所有的力量 一切善根 都是为了布置给我们 当你念佛 诵经词中的时候 各位要掌握这个重点